日本福岡縣風前市的市長厚騰袁秀帶隊來到繫紙區 白雲國小進行參訪交流 學校特別安排了國樂社團演奏來迎賓 精彩的表演讓風前市長直說很感動 而緊接著白雲國小也進行小舞介紹 還有針對學校雙語教學以及智慧學習做說明 因為透過Google台灣總部的推薦 日本福岡縣風前市的市長 今天特地到白雲國小來參訪 主要觀看的重點是我們的雙語教育 以及資訊科技教育 希望可以將白雲的經驗 可以帶回日本去讓福岡風前市的小學 可以做一個參考 他們的Google台灣的力量 無前市的教育中心 但是現在他們風前市 希望山尹先生來這邊參訪 這個白雲國小 白雲國小是推動Google智慧教育的認證學校 因為日本福岡縣風前市也想要推動 所以特地來進行觀摩 當天也安排了來賓參觀智慧圖書館 以及帶上VR頭盔模擬飛行體驗 讓風前市的市長感受智慧學習的多元體驗 今天除了做我們的校務介紹之外 會讓他們參觀我們的智慧圖書館 讓他們體驗學校的AI 人臉辨識藉書系統 也會讓他們體驗我們的VR飛行設備 讓市長戴上我們的VR頭盔 他可以模擬從白雲起飛 到南港車站及中央研究院的這趟路程 那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可以推動白雲的國際交流 讓我們的學生可以跟我們風前市的學生 可以從視訊開始 最後再延伸到實體交流 推動我們的孩子 有一個國際化的視野 及國際教育的進程 當天也安排到班級觀課 實際看看資訊融入教學的情形 而白雲國小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參訪 為了學生可以跟風前市的學生 有國際化的交流學習 就從慧琳希子採訪報導